2014年的一天,韩国首尔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 案件看上去极为简单,但警方却始终无法锁定犯罪嫌疑人 因为所有跟死者有关的人全都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随着调查的撑入,警方很快发现这还不是一宗孤立的案件 而是一起涉及精密而复杂的连环谋杀案 凶手的作案手法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那么,在荧幕上一向拉胯的韩国警方 能否侦破这起突破脑洞的谜案呢? 本期节目,天成给大家带来一部相对冷门的悬疑探案片《侦探开端》 故事还要从一名悬疑侦探迷说起 年过30的韩国青年大腕是一位生活在首尔的二胎奶爸 除了带娃之外,大腕平时经营着一家生意惨淡的私人书店 跟悬疑movie的众多粉丝一样,他平时酷爱推理探案 喜欢看一些悬疑类的小说和影视作品 以前还报考过警校,不过由于小时候遭遇过车祸,伤到了膝盖 大腕最终没能通过警校的体检,因而跟梦想失之交臂 好在他有一位当刑警的好兄弟阿俊 凭借着这层关系,大腕经常跑到警局旁观警察办案 有时候还会对案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所以首尔警局的人对他也都比较熟悉 然而,大腕做梦也没想到 他本人即将卷入一起离奇的命案之中 这天晚上,大腕的另一位好兄弟永哥打了电话 约他和阿俊一起到自家附近的大排档喝几杯 阿俊因为临时有事,大腕当晚只得独自服约 并跟永哥两人喝得酩酊大醉 直到第二天早晨,大腕才在睡梦中被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吵醒 醒来之后,大腕发现,自己正睡在永哥家的客厅沙发上 婴儿声则是从卧室传来 想必是永哥八个月大的女儿正在哭闹 见身旁的永哥仍在呼呼大睡 自觉带娃经验丰富的大腕 主动起身准备帮忙哄哄孩子 谁知,他刚走进卧室 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永哥的妻子永嫂浑身嗜血地躺在床上 已经没有了气息 大腕吓得急忙叫醒永哥 并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负责办理此案的是刚刚调来首尔景区的资深刑警老陈 老陈在勘察现场后发现 永嫂是被人用利刃刺中要害致死 但命案现场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 也没有检测到可疑的指纹和脚印 法医推定 永嫂的死亡时间是在前一天晚上的11点半左右 而永嫂戴在腕上的手表明显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表针的时间停在了11点22分 应该就是永嫂遇害的精确时间点 这让老陈感到十分费解 通常情况下 凶手故意破坏死者的手表或犯罪现场的时钟 都是为了误导警方对死亡时间的判断 可这种手法只是在试检技术落后 法医难以精确判断死亡时间的年代才使用 如今的试检技术已非常先进 法医可以轻易判断出死者的精确死亡时间 既然如此 凶手何必多次一举呢 尽管老陈想不通凶手破坏死者手表的目的 但他已基本将死者的丈夫永哥 锁定为头号嫌疑人 根据老陈多年的办案经验 九成以上的已婚人是遇害案 凶手都是受害人的伴侣 但问题是永哥案发时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别忘了案发当晚 他正跟自己的好兄弟大腕 在自家附近的大排档喝酒 两人从晚上十点一直喝到凌晨三点 都不曾离开 酒局结束后 醉醺醺的两人才互相搀扶着 一起回到永哥家休息 刚一进门 两人就直接睡在了客厅里 根本没有进过卧室 完全不知道里面发生了命案 大腕和大排档的老板都可以为永哥作证 永哥也因此洗脱了自己的杀人嫌疑 警方随后在调查永嫂的私人账户时 发现永嫂在遇害前不久 曾给刑警阿俊转过一笔巨款 阿俊则利用这笔钱给自己购买了一套公寓 案发当晚 永哥原本约了大腕和阿俊两人一起喝酒 但阿俊声称临时有事 没能参加饭局 警方很快确认 阿俊当晚就是去见了死者永嫂 此外 办案警员还在永哥家附近的垃圾桶里 翻出了沾有阿俊指纹的凶器 基于这些线索 首尔警觉的局长认为阿俊就是杀害永嫂的凶手 两人之间很可能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不过阿俊在接受审讯时 拒绝承认自己杀死了永嫂 据他交代 好兄弟永哥因为投资失败 欠下了巨额债务 对方和永嫂目前居住的房子 很快就会被法院拍卖用以抵债 永嫂为了给自己和丈夫六条后路 这才偷偷将自己的私房钱赚给阿俊 委托他帮忙买了一套公寓 案发当晚 阿俊确实见过永嫂 但只是向他同步了购房进度 当时大约是晚上十点钟左右 由于永嫂急着前往父母家里接回孩子 因而两人没聊几句就分开了 老陈直觉认为 阿俊的证词存在漏洞 但并非完全捏造 理由很简单 阿俊毕竟是一名资深刑警 如果对方真是凶手 怎么可能蠢到将沾有自己指纹的凶器 随手扔在案发现场附近呢 这倒更像是凶手的栽赃假货 但首尔警局的局长 表现出了韩国警察应有的素质 执意认定阿俊就是凶手 并打算进入起诉流程 老陈一气之下 跟局长大吵一架后 被迫立下军令状 承诺自己在两周之内一定找出真凶 否则就辞职走人 为了给老陈十点半子 局长还故意不许其他警员参与办理此案 无奈之下 老陈只得独自调查这起案件 好在案子也不是毫无头绪 因为在案发之后 永哥家附近的一名面包店老板娘声称 曾在案发当晚见到一名可疑男子 出现在永哥家公寓的楼下 老陈在问询面包店老板娘时 刚好撞见了大腕 大腕自然也不相信 好兄弟阿俊会是杀人凶手 这才仗着自己二五眼的行侦经验 跑来找目击者问东问西 见老陈独自前来查案 大腕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帮忙 老陈原本不想理会大腕 但架不住对方的死缠烂打 加上自己人手不足 最终只得同意 跟大腕组成了一个临时的侦探二人组 面包店老板娘随后告诉两人 案发当晚的十点钟左右 他曾见到一名虎背熊腰的健壮男子 敲过永哥家的屋门 永哥家里当时好像没有人 男子后来坐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 期间还不时向永哥家所在的楼层张望 面包店老板娘觉得男子心机可疑 于是便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码 老陈和大腕很快通过车牌号 找到了目击者口中这名虎背熊腰的男子 男子名叫张虎 是一名地产商人 据张虎交代死者永嫂的职业是一名地产中介 他曾以极低的价格 从张虎的手中买了一块地皮 谁知这块地刚交易完 就被当地政府划入了开发区 价格也随之翻了好几倍 张虎自觉吃了大亏 这才多次找永嫂商量 想让对方给他补点差价 案发当晚张虎再次登门纠缠永嫂 结果永嫂家里没有人 因为张虎当晚打算带着小型人前往外地游玩 所以他在永嫂家楼下等了二十多分钟后 就信心离开了 此外张虎还主动向老陈和大腕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他声称 自己当晚离开时 曾见到永哥家的阳台上 出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虽然看不清两个人的面目 但从身高和体型来看 两人应该都是男性 老陈随后调取了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 确认张虎在案发当晚11点左右 确实跟小情人一起驱车上了前往外地的高速公路 既然张虎没有撒谎 那么杀害永嫂的凶手 很可能就是其口中的那两名鬼鬼祟祟的男子 只是让老陈和大腕感到疑惑的是 永嫂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除了跟张虎有点经济纠纷外 从未与他人结怨 怎么会有两名男子潜入屋内将其杀害呢 就在侦探二人组的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当地又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女性遇害案 此次的死者是老陈的同事 马行警的妻子马太太 马太太的遇害时间是凌晨1点钟左右 当时他的丈夫马行警正在警局加班 马太太则独自待在自己经营的陶艺馆里 凶手在将马太太勒毙后 还将尸体投入了陶艺馆的摇炉里 烧成了焦炭 老陈从案发现场的血迹和搏斗痕迹判断 杀害马太太的凶手可能也是两个人 其中一人先是在陶艺馆内袭击了马太太 马太太在惊慌之下逃到了负一层的停车场 想要开车逃命 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另一名凶手勒毙 杀完人后 第二名凶手又将尸体搬回陶艺馆焚烧 巧合的是 遇害的马太太和永嫂住在同一栋公寓楼 跟永嫂一样 马太太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 且从未与人结怨 应该不是死于仇杀 此外 凶手在焚烧尸体前 特意用马太太本人的手机 拍了一张尸体被投入摇炉时的照片 老陈对此感到大惑不解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似乎是想向警方确认死者就是马太太 但这显然又是多此一举 因为警方很快就通过DNA比对 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而且 凶手既然要向警方表明 死者就是马太太 那又何必将尸体烧成焦烫呢 在老陈陷入疑惑的同时 大腕却毒癖吸尽 有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推论 他认为 凶手留下照片的目的 不是为了确认死者的身份 而是在提醒警方 死者的精确遇害时间 因为尸体在被焚烧后 法医可能会对死者的死亡时间发生误判 所以 凶手才用手机拍了这张照片 这跟永小遇害案中 凶手故意破坏了死者万上的手表 应该是出于相同的目的 有了这个推论后 大腕又想起了一年前的一桩谜案 当时 有一名染着白发的外国应招女郎 被人敲碎脑袋 溺死在了一处偏僻的河中 凶手在杀完人后 将尸体拖到了附近的公路边 如今想来 凶手当时也是担心尸体经过河水浸泡后 会干扰到法医对死者死亡时间的判断 因而才费尽周折 在溺死人后 又将尸体拖到了马路边 简单来说 在这三起案件中 凶手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思路 那就是 极力想要提醒警方 自己的精确作案时间 但问题是 对方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从凶手的这一思路来看 这三起案件似乎存在着关联 但三名受害人 永嫂 马太太和白发女郎之间 又没有任何关系 难道 凶手是在随机挑选猎物下手吗 由于永嫂和马太太 遇害案的调查 走进了死胡同 老陈和大腕只好决定 先查查一年前的白发女郎被杀案 结果两人在调取案件资料时 从办案警员口中得知 那起案件早就已自杀案结案 因为警方当时在案发现场附近 还发现了另一具 遭人勒弊的女尸 死者是住在河边的一名农妇 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而勒死农妇的凶器 正是白发女郎随身携带的背包的背带 因而办案警员推测 是白衣女郎在勒死农妇后 又畏罪投河自杀 对于这个槽点满满的结论 老陈和大腕都感到十分无语 且不说警方当时根本没有找到 白发女郎的杀人动机 就算白发女郎果真杀了人 并且畏罪投河 那么她的尸体又是被谁拖到马路边的呢 就在大腕忍不住对韩国警察疯狂吐槽之际 老陈却在案件资料中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白发女郎溺王案中 还有一名嫌疑人 此人外号卷毛 是一个留着满头卷发的混混 这货在五年前 因入室抢劫强奸被判处七年监禁 后来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只坐了三年牢就被放了出来 卷毛出狱后不久 当年告发她入室抢劫强奸的女大学生 就遭人杀害 警方起初怀疑是卷毛报复杀人 但案发期间 卷毛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女大学生遇害案不久 就发生了白发女郎和农妇的死亡案件 警方在白发女郎遇害案的现场 还找到了卷毛的一根头发 但由于没有更多证据 表明对方跟案件有关 所以办案警员只当是卷毛和白发女郎之间 曾经有过不当交易 因而也就没有对她进行深入调查 老陈注意到 五年前将卷毛抓捕入狱的警察 正是如今的第二名死者 马太太的丈夫马行警 这样看来 三起案件又两起案件都跟卷毛有关 看来这家伙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至少对方有着杀害马太太的充分动机 那就是报复抓捕过她的马行警 就在侦探二人组的调查 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其他警员居然抓住了一名 涉嫌杀害马太太的嫌疑人 此人名叫陶哥 是马太太淘医馆的一名长期顾客 周围的人都怀疑两人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更重要的是 警方在马太太遇害的地下车库里 找到了一根占有死者血迹 和陶哥指纹的自行车链条 并且 马太太在遇害时 还咬伤过凶手 法医在马太太的牙齿上 检测出了AB型的血迹 而陶哥的血型 恰好就是AB型 不过面对警方的盘问 陶哥坚称 自己跟马太太之间清清白白 更没有杀过人 两人只是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而已 至于那根沾有血迹和指纹的自行车链条 陶哥觉得 应该是凶手从自己的自行车上拆下来 目的自然是栽赃嫁祸 为了洗脱嫌疑 陶哥还将矛头直接对转了马行警 据他所言 马太太生前经常抱怨丈夫马行警平行不端 还爆料称 马行警在一年前 跟一名白头发的外国应招女郎有染 并被对方骗走了一大笔钱 夫妇俩为此大闹过一阵子 险些到了离婚的地步 后来 那名白发应招女郎莫名其妙自杀身亡 马太太和丈夫的关系才渐渐缓和 在旁边听审的老陈 马上捕捉到了陶哥证词中的关键信息 那就是跟马行警有染的应招女郎 会不会就是一年前逆亡的白发女郎呢 这下 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老陈想不通其中的关键 只得将全部线索都同步给了大腕 两人经过讨论后得出结论 目前被警方收押的陶哥 应该不是真凶 而是凶手找来的替罪羔羊 其实 在第一名死者永扫的遇害案中 也有一只替罪羔羊 那就是大腕的好兄弟刑警阿俊 阿俊也是被人栽赃嫁祸 警方还在案发现成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占有其指纹的凶器 看来这起案件的凶手 形势相当周密 老陈和大腕商量后认为 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找到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的卷毛再说 两人从马行警口中 得知卷毛出狱后经营着一家鱼店 专门销售观赏鱼类 可当老陈和大腕循着地址赶到鱼店时 里面已是空无一人 就在他们准备无光而返时 突然听到鱼店的地下室内传来手机铃声 两人于是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 一同来到地下室查看 结果惊讶地发现 房梁上吊着一个人 不知是死是活 地上还有一层 没过脚踝的积水 办案经验丰富的老陈 让大腕站在楼梯等着 自己则汤水走进地下室 并很快发现 房梁上吊着的只是一只人偶 老陈顿觉情况不妙 下意识地跳起来 抓住了一盏吊顶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卷毛突然出现 合上了地下室的垫闸 地面的积水 立时变成导电状态 好在老陈反应迅速 将自己悬吊在半空中 这才没被电死 站在楼梯间的大腕见状 慌忙上前想要关闭电闸 结果被卷毛踹了一脚 险截落入通电的水中 危机关头 还是老陈野鸣手快 掏出配枪打断了电线 两人虽然就此逃过一劫 嫌疑人卷毛 却也趁机溜之大吉 此事过后 老陈劝说大腕放弃调查 以免丢掉小命 但大腕却坚称 要为好兄弟阿俊 洗脱嫌疑 侦探二人组得以继续维持 很快 两人再次发现了卷毛的行踪 只是 当他们赶去抓人时 又一次让对方 在眼皮底下逃脱 不过这一次 大腕无意中发现 卷毛的脚踝上 居然戴着一只电子镣铐 原来 这祸几个月前 又牵扯进一起抢劫案中 警方这才给他带上了这家伙 因而 卷毛最近几个月的行踪 全都被警方记录在案 如今只要排查一下 勇嫂和马太太遇害时 这祸有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就能基本确定 他是否跟命案有关 老陈随后带着大腕 来到了警局的监控中心 让两人感到意外的是 勇嫂和马太太被杀时 卷毛都没有到过现场 老陈甚至开始怀疑 这可能不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而是两起相互独立的案件 但大腕却坚持自己原先的看法 认为 最近的两起命案 和一年前的白发女郎死亡案 是相互关联的连环案 并且 大腕还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他和老陈赶到卷毛的余殿时 卷毛为何能未卜先知 提前设计好陷阱 等着他们呢 除非是有人泄露了两人的行踪 而当时知道两人行踪的人 其实只有一个 这个人就是向他们提供 卷毛地址的马行警 大腕据此推测 这个马行警跟案件 肯定脱不了干系 如果马行警涉案 那么意图谋害他们的卷毛 显然也跟案件有关 凭借着多年 看悬疑推理类小说 和影视剧的经验 大腕将目前掌握的 全部线索串联起来 得出了一个突破脑洞的 推理结论 那就是 勇嫂 马太太的被杀 以及一年前白发女郎死亡案 甚至包括 举报卷毛的女大学生遇害案 其实是一起 异常复杂的 连环交换杀人事件 最先开始交换杀人的 就是马行警和卷毛 尽管马行警一手将卷毛抓进监狱 但两人或许是不打不相识 成了臭味相投的朋友 一年前 马行警先帮卷毛 杀害了举报他的女大学生 卷毛则帮马行警杀死了 骗其钱财的白发应招女郎 还不小心在现场掉落了一根头发 此外 卷毛在作案时 被一名无辜的农妇目击 因而 他顺手又用白发女郎的包带 勒死农妇灭口 由于是交换杀人 干死者各有瓜葛的马行警和卷毛 因此都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两人最终通过这种手段 洗脱了自身的嫌疑 一年后 马行警发现妻子马太太 跟店里的男顾客陶哥交往甚密 一次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 于是 马行警打算故技重施 杀死妻子泄愤 但此时的卷毛 因为牵扯进一起抢劫案 被警方戴上了电子镣铐 显然不能再跟马行警交换杀人 马行警只得另外物色对象 这一次 他找来了两名同伙 其中一人就是跟永嫂 有着经济纠纷的张虎 另一名神秘同伙 则至今尚未露面 三人为了除掉各自心中的目标 组成了一个交换杀人同盟 想要杀死永嫂的人 应该就是与其有经济纠纷的张虎 动手的人应该就是马行警 和那名神秘同伙 案发当晚 最有嫌疑的张虎 跟小情人一起驱车前往外地游玩 给自己制造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而杀害马太太的凶手 自然就是张虎和神秘同伙 当时马行警正在警局加班 因而不可能被人怀疑 为了进一步跟命案撇清关系 三名凶手还在杀害永嫂和马太太时 特意找了两个替罪羊 这两个倒霉蛋就是刑警阿俊 和陶医馆男顾客陶哥 交换杀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让跟死者素有瓜葛的人置身事外 因而让警方准确地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 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 凶手在杀害永嫂和马太太时 还先后用破坏手表和拍摄照片的方法 来向警方提供准确的作案时间 但让马行警没想到的是 老陈和大腕居然很快查到了卷毛头上 为了阻止两人继续调查 马行警指使卷毛在鱼店里设下陷阱 意图弄死侦探二人组 好在两人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险境 如果大腕的这番推理属实 那就意味着还会有一起命案将要发生 理由很简单 永嫂和马太太分别是张虎和马行警 想要杀害的对象 而那位参与其中的神秘同伙 显然也有自己处置而后快的目标 如此看来 想要阻止第三起命案的发生 必须先要找到 交换杀人同盟中的第三个神秘同伙 在随后的调查中 大腕和老陈发现 马行警最近刚刚抓捕了一名 控制欲极强的家暴男 这名家暴男敏感多疑 暴虐成性 因怀疑妻子和前夫藕断丝连 经常对妻子大打出手 马行警多次将这家伙带到警局问话 两人之间相当熟悉 更重要的是 家暴男是AB血型 跟杀害马太分凶手血型一致 大腕居子推测 这个家暴男可能就是 交换杀人同盟中的那名神秘同伙 对方想要谋害的对象 显然就是自己的妻子 马行警此刻将家暴男抓回警局 就是为了给其制造不在场证明 马行警和张虎则可以趁此机会 寻机杀害家暴男的妻子 完成最后的交换杀人计划 尽管大腕推理得头头是道 但老陈认为 他的想法实在太过天马行空 况且大腕的推理也是漏洞百出 比如说 如果张虎是凶手之一 那么在永扫遇害当晚 这家伙为何要出现在永哥家楼下 引人怀疑 又为何声称 有两个鬼鬼祟祟的男性身影 出现在永哥家的阳台呢 这岂不是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吗 相比之下 老陈反而觉得卷毛更为可疑 于是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老陈继续寻找卷毛的行踪 大腕则负责跟踪家暴男的妻子 以防万一 当天深夜 家暴男妻子突然收到一条 来自前夫的短信 对方约他在自己经营的棒球馆见面 说是有钥匙相伤 等家暴男妻子赶到棒球馆时 才发现自己中了圈套 原来那条短信是凶手发来 一路跟踪儿时的大腕 很快看到两个黑影 将家暴男妻子从看台上推落下来 好在家暴男妻子只是摔晕过去 并没有当场身亡 两名凶手见状 马上直下看台 想要上前补刀 此时 天空正下着雷雨 大腕借着闪电的亮光 终于看清了两名凶手的面容 其中一人正是马行警 另一个人却不是张虎 而是大腕的好兄弟永哥 大腕直到此时才如梦方醒 原来想要杀死永嫂的人 正是他的丈夫永哥 永哥就是交换杀人同盟中的 第三个神秘同伙 大腕记得很清楚 对方的血型也是AB型 眼见好兄弟还要行凶 大腕顾不得太多 上前质问永哥为何要这么做 在永哥吞吞吐吐的讲述中 大腕终于拼凑出了 整个案件的全部真相 原来 马行警曾无意中 撞见阿俊和永嫂私下见面 于是故意拍下两人的照片 交给邻居永哥 造谣阿俊和永嫂有私情 并谎称 永嫂委托阿俊购买公寓 是为了转移婚内财产 在马行警的挑唆下 本来就生性多疑的永哥 最萌生了杀妻的念头 最终坠入了马行警设计的圈套 成了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 听完永哥的讲述后 大腕悲愤不已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 阿俊让其转交的信件 永哥这才得知 妻子永嫂委托阿俊购买公寓 真的只是为了给一家三口留条退路 而阿俊即使遭到栽赃嫁祸 面临牢狱之灾 也不忘给永哥写信 鼓励他尽快振作起来 大腕没想到的是 阿俊的一片兄弟情谊 换来的却是永哥的猜疑 得知真相的永哥愣在了当场 而此时的马行警已是恼羞成怒 他掏出配枪 直接对着大腕扣动了扳机 生死关头 缓过神来的永哥 替大腕挡下了致命一枪 就在马行警杀死永哥 准备继续对大腕动手时 老陈即使赶到 开枪击毙了马行警 原来老陈在追踪卷毛时 又一次落入对方的陷阱 险些被其溺死 好在有主角光环附体 老陈最终将卷毛制服 并从其口中逼问出了 马行警交换杀人的计划 即使赶到现场 救下了大腕和家暴男的妻子 故事最后 老陈虽然侦破了案件 但还是向警局提出了辞职 他打算跟大腕一起 和开一家私家侦探社 继续两人的探案之旅 侦探开端是一部 类似于唐人街探案的 喜剧探案电影 原片中有很多幽默诙谐的桥段 在2015年上映时 曾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本片还有一部续集 上映于2018年 故事编得依旧非常复杂 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感兴趣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惊悚和犯罪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